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亲人左右为难 收养之路困难重重 少年自理自强 割草正学杂肺 背后又有哪些故事 割草少年的烦恼 《热信十二》即将播出 水明镇位于 广西壮族自治区 玉林市伯白县西部 丘陵环绕的小镇深处 有一座村庄西唐村 村中有四个孤儿 格外受到村民们的怜惜 他们是四兄妹 哥哥叫冯海 今年十四岁 二妹冯薇十三岁 三妹冯慧十一岁 最小的弟弟冯亮 只有五岁 自从2013年父亲去世 母亲离家出走后 四个孩子便沦为了骨丸 只能跟着年迈的奶奶 一起生活 我睡的时候 我住 我住睡那边 我叔叔的老房 我奶奶看见我睡 他就认不下我们 一切都睡 我奶奶就跟我睡 平常四兄妹和奶奶 都是靠着亲戚和乡亲们的阶级 勉强维持生活 空闲时 冯海总会带着弟弟妹妹 去村口附近的山上 割扫把草 扫把草 可以做成扫把拿去卖 可以赚取一些费用 用来买学习用品 父亲的去世 母亲的出走 曾经让孩子们十分伤心 但在奶奶的细心呵护下 他们渐渐摆脱了悲伤 然而就在2014年4月底 奶奶也去世了 这让兄妹四人再度陷入崩溃的境地 他说我是个孤儿 没经历的 但我妈妈没有 一家奶奶还有爸爸妈妈 他说我爸死了 他说我妈去哪了 奶奶突然去世 母亲离家出走后便没有了消息 一家人只剩下四个年幼的孩子 对兄妹四人来说 最亲近的人全都离开了他们 那么这四个孩子该何去何从 各位中午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朝东主持的热线12 今天是3月8号 我们首先祝广大的妇女同胞节日快乐 回到故事当中 我们看到这奶奶去世之后 四个孩子顿时显得是孤苦伶仃 无依无靠 最小的只不过五岁 而最大的也才14岁 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两个叔叔突然站了出来 他们说愿意抚养这四个孩子 而两位叔叔的金口一开 没想到问题也随之而来 冯家奶奶育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四兄妹的爸爸是老大 奶奶去世后 二叔三叔和姑姑开始坐下来商量 四个孩子今后的生活问题 大哥大小都没有 不在家呢 四五岁的哥哥呢 其实四五岁的孩子一样 其实四兄妹的法定监护人 应该还是他们的母亲 但是四兄妹的母亲一直患有精神疾病 在2013年4月离家出走后 便再也没有了消息 家里其他人经过一番寻找 一直没有结果 最终只能选择放弃 商议过程中冯家人也考虑过 要不要把四兄妹送给外人收养 但是对于这个想法 三叔提出了反对 经过商议 叔叔和姑姑们放弃了 把四兄妹送走的想法 决定孩子由二叔和三叔抚养 因为二叔和三叔家 分别还有三个孩子 为了避免负担过重 冯海兄妹四人被分成了两对 由二叔和三叔分开抚养 一家人商议好了四个孩子的抚养问题后 冯家兄弟二人便各自回到家中 与妻子提及此事 然而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 对于自己的这种做法 妻子却表示了反对 起初冯海的二叔和三叔经过选说 并且承诺努力在外面打工赚钱 二婶和三婶出于对孩子未来的考虑 最终答应了抚养孩子 就在两位叔叔正准备去迎接四兄妹的时候 新的问题又摆在他们的面前 他们自己家的孩子对于领养仪式提出意义 三叔家有三个男孩 大儿子22岁 最小的儿子也已经有16岁了 由于当地有一种风俗 男孩结婚时可以继承家中的房产 也就是说 如果把四兄妹带到家里来抚养 以后也要给冯海和弟弟分房产 这让两家的孩子感到影响了自己的利益 尤其是三叔家反对最为激烈 三叔说自己本来以为儿子就是嘴上说说 于是他便坚持把老大冯海和老三冯慧接了回来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初中没毕业的小儿子竟然用辍学来抗议自己的做法 儿子从此离家外出打工 这让三叔感到愧疚 而此时 三叔却突然想起了 曾经给这四个孩子申请过孤儿证 如果孤儿证能够成功办理下来 那么以后就可以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 为此或许儿子就对这件事可以释怀 死之前有一份低保 当然我的哥哥死了 低保又没有了 在冯海的父亲刚刚去世时 家中的低保也被取消了 二叔和三叔想了解一下 政府部门有没有什么政策可以帮助这四个兄妹 于是他们去村委会了解情况 村委会负责人便给他们提出了一个建议 御林市的孤儿补助为每人每月六百元 远高于低保护每户每月一百元 对于当时村委会提出的这个建议 两位叔叔十分高兴 于是他们准备好材料 前往水明镇民政办办理孤儿证 冯海的母亲因患精神病没有劳动能力 父亲为了支撑这个家 多年来一直在邻村靠体力劳动打工 没想到却积劳成疾 但他害怕医疗费用太高 一直不愿意去医院看病 导致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 肚子剧烈疼痛的他 卧床一天后就离开了人世 父亲走后 四兄妹便去了奶奶家 和奶奶住在了一起 为了怕奶奶知道这一切伤心 四兄妹一直不告诉奶奶真相 或许是冯海父亲去世的原因 让他的母亲深受打击 离家出走后便没有了消息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 办理孤儿证要求父母双亡 或者是一方死亡一方失踪 父母双亡只需要有死亡证明 和贫困证明等相关材料便可以办理 而父母双方一方死亡的受理程序 会相对复杂 正民政办负责人向冯海的两位叔叔表示 冯家这种情况需要法院判决登报公事 要走法律程序 听村民说这样很麻烦 于是冯家二兄弟东拼西介 凑够了六千元找了个代办律师 便安心回家等待孤儿证的办理 因为知道办理非常麻烦 叔叔们也并不着急 又去忙日常的工作 冯海四兄妹除了上学以外 经常帮婶婶编竹篮 我叔叔和我婶婶对我很好 因为他帮我洗衣服 还有做饭给我们鸡 帮我叔叔做篮子 六毛剪一个 每当没有竹篮编的时候 冯海总是带着弟弟妹妹去山上割草 他们很听话帮我们做工 我们没有时间是帮我煮饭 四兄妹的事情在乡里渐渐传了起来 慢慢的也被媒体知道了 对于四兄妹割草证学杂费的事情 当地电视台做了大范围的报道 四兄妹的事情 经过当地电视台的大力宣传后 立刻引起了多家媒体的广泛关注 我是南宁那边的《纳纳生活报》的记者 我是从网上看到 关于你大哥家的四个小孩的事情 今天过来想跟你们了解一下情况 媒体了解到 四兄妹一直没有办下来孤儿症后 就告诉两位叔叔 孤儿症一般的办理程序 并带着叔叔们一起找到了 受理这起申报失踪案件的法院法官 据法官介绍 按照法律规定 失踪人口必须要失踪满两年 并且有相关证据才能够立案 对于冯海母亲失踪的特殊情况 法院法官要求补充材料 然后再次进行审查 一个是复旗资料不完全 第二个就是失踪两年 经济不中分 媒体的大量报道 让政府相关负责人了解到 四兄妹父亲死亡 母亲失踪的真实情况 对此进行了特批 四个孩子每月总共能拿到2400元 民政局承诺 从2015年1月开始 这笔钱将集中达到二叔的账户上 孩子们的孤儿症问题终于被解决了 此番媒体的报道也引起了社会上 对四兄妹的关注 南宁市一所民办学校得知四兄妹的情况后 决定免费让他们到南宁去上学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但却又在亲人之间引起了一场争论 好 先来介绍一下道场两位嘉宾 这位是月运生月旅师 这位是宗春山本来我们的特约评员 宗老师对于四个孩子的遭遇 您先点评一下 这个民间有一个说法 这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分两类 一类就是还债来了 就报答父母来了 一类就是讨债来了 这个四个孩子 这个父亲妈妈是精神病 这个父亲最后连得了病都不忍心去看 最后撒手人寰到那边休息去了 当然这是闲话 希望四个孩子不要在意 但最主要我觉得四个孩子特别可人疼 你看这个哥哥 带着眼泪 一边说自己是孤儿 但是他仍然照顾这个三个弟妹 而且主动帮助这个叔叔家 孤儿家打工 做东西自强不息 所以让这些亲人们对他们来说 真的是不忍心去放弃 而且政府和他身边的亲人 都在努力帮助他们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对 我们看到两个叔叔也的确是大好人 你看他们一口答应 说把这四个孩子要拉到自己的家里 但是人家本来各有三个孩子 加上这两个 一加两个都是各五个孩子 一个班了 对 心对着一个小班的编制了 整个一个班 然后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能不能办下孤儿证 如果办下了一个月 每个孩子有六百块钱 那孤儿证刚才也说了 他们应该符合条件 因为是父母双方一方死亡 另外一方已经失踪了 但是既然符合条件 那为什么办起来 还是相对的曲折呢 是这样 就是说首先孤儿这个概念 它不是我们纯粹的 就是严格法律意义上的一个概念 因为你严格法律意义上的概念 就意味着 对于这样一类群体 那么就有相应他的权利跟义务 那么孤儿呢 更多的实时是我们民政救助上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认定你是孤儿了 我们的民政的一些救助政策 就可以对你进行救助 它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 目前呢 关于孤儿的这种 孤儿证的这种领取 发放的这种标准 国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 都是各个省 各个地方自己规定了 那么一般情况下来讲 肯定应该是父母双亡 或者是从小就是被遗弃的 找不着亲生父母的 这才叫孤儿 但是呢 你像说一方是死亡 另外一方失踪 其实这也可以说符合孤儿的这种标准了 但只不过他这里难在哪呢 就是我们国家法律上 对于失踪是有明确规定的 必须是满了两年 法院才能宣告失踪了 对 我这还有一问题 万一哪天 因为他的母亲是有精神上的疾病的 万一哪天他又跑回来了 而这孤儿证已经办完了 那这时候还是孤儿吗 孤儿证会不会又被拿走呢 如果说母亲又回来了 那就不是失踪了 那就不是父母双亡 或者找不着亲生父母的 那这种情况下 他们就不符合孤儿的标准了 那这个时候再救助的话 因为毕竟母亲虽然有 但是这个母亲是精神疾病患者 那么他没有劳动能力 那这样的话 还有四个未成年的孩子 这样的话 他是符合我们民政上的 其他的一些救助的政策 对 这里边还有一个监护权的问题 你看母亲现在的时候 没有离家出走 当然监护权就是在母亲这边 现在孤儿证已经办完了 那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是不是就顺利的转到 他的两个叔叔的身上了 那不能这样说 不能理 对 就是我们国家民法规定 子女的这个监护权 首先是父母的 如果父母都不在了 那么才有其他的这个人 才可能成为监护人 那么如果说他母亲是一个精神疾病患者 没有劳动能力 或者根本就无法辨识自己的这种行为的 那可能本身就是一个无行为能力人 那他母亲如果本身就是个无行为能力人的话 他就不能成为他们的监护人了 所以说即使有母亲 母亲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就 就一定是监护人的 也就是说母亲即使他哪一天又回来了 那么监护权也可能他拿不到 但是如果按照法律规定来讲 当然没有谁对此提一意 那当然母亲天然就是监护权人 监护人 但是如果说母亲确实是有精神病 没有监护能力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国家法律有明确的规定 对于这些未成年人保护的角度出发 可以由其他人来进行监护 对实际上目前对于这四个孩子来说 这社会上对于他们的关照还是非常大的 孤儿症基本上已经办下来了 而且在当地有一所城里的学校 已经说了这次孩子都不容易 我们都接收了 而且是免费的 再有就是社会上不断有那些好心人 又捐款又捐物 可是呢 您别觉得好事就一定不会带来麻烦 南宁市一所民办小学 愿意免收一切费用 让冯海四兄妹到南宁读书 对于这个消息 村民们都为四个孩子感到高兴 冯海的三叔也表示赞成 反正不管他去那里读书 读的呢 我当叔叔的 定义要去他读书 他读书了 以后呢 为了那个全国二县的颜色 又丹的感谢 西唐村小学 是村里的唯一一所小学 小学内设有幼儿园部和小学部 对于冯海四兄妹 能够去南宁读书 他们现在就读的小学 西唐村小学的校长和老师 都觉得是个很好的机会 这个是很好的机会 应该要给他这个很好的机会 毕竟我们农村的环境 比不上常理人小小的环境 虽然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但是冯海的二叔和姑姑 却明确表示了反对 为此冯家人再次组织召开了 一场家庭会议 村里的南宁读书小一点 所以我们其他在我们家里 都是也可以的 我们不懂于村里的什么人的 村中绝大多数的村民都觉得 孩子们去南宁读书要比在村里读书好 对于二叔和姑姑提出反对 一些村民议论纷纷 他们觉得二叔和姑姑一家人 有别的想法 对于村民们的这种说法 二叔一家人坚决否认 为什么不同意把孩子送到南宁去读书 二审说出了他们心中的顾虑 怕孩子以后不回来了 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其实让他们更难以接受的是另外一个原因 冯海和二妹冯薇在同一个班级 或许是因为父母不在的原因 他们内心多少有些自卑 很少和同学交流 冯海的三位冯慧性格活泼 和同学相处得十分融洽 为此对于是否去南宁读书 三人也有着不同的想法 我想去外面读书 看看外面的大城市 因为很多人都没有爸爸妈妈 我想换个地方读书 我是很想去读书的 但是我不认识 我想在这里认读的事就去 要是我去了 我不认识 我不认识 被表演打 打我叔叔 不知道 我就不敢去 2014年9月 冯海最小的弟弟冯亮 也到了上学的年纪 早上哄弟弟上学 已经成为了冯海三兄妹经常做的事情 或认识 或许是刚刚开始上学 冯亮还没有熟悉新的学习环境 他不愿意和其他同龄的小伙伴一起玩耍 而对于这些 冯海的叔叔却并不知情 尽管有很多人做二叔的思想工作 说去南宁读书 会对孩子的学习有帮助 但是在二叔的思想观念中 却有着另外的想法 学校不好 我想到老级 不愿意外面多虚的 如果说你不把这几个小孩子 送出去读书 你留在家里面 你又不能够教他 又不能管好他 我说不是说 送出去他是害了他 而是留在家里面 才是害了他 最终 二叔依然没有同意 送孩子们去南宁读书 或许是冯海不想让叔叔担心 他也决定放弃这个机会 继续在当地小学上学 我想到先别去 我想学多 有很多的资料 一些资料 在媒体的宣传下 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 向冯家四兄妹献出了爱心 钱都是统一捐到冯海三叔的账户上 而对于捐的现金 一般都是有二叔和三叔两家平分 为此也引起了周围村民的不满 在一位村民的建议下 村里决定给冯海建立一个账户 最终村里商议 这个账户由村中几个德高望重的老人 共同保管 用于冯海四兄妹的学习 到目前为止 捐款已经接近十万元 除去很少一部分现金 还在二叔手上之外 其余的捐款 已经全部存进了冯海的账户 除了物质的捐助 甚至有些人提出了 想要收养四兄妹的想法 对此冯海兄妹 却有着自己的想法 不愿意 因为分开我们不可以一起玩 我不想 别人家 因为我不想和哥哥 姐姐 弟弟 分开 或许是因为渴望母爱 在冯海的内心深处 他希望 有一天能够把母亲找回来 做成一个完整的家 早不知到去哪了 他去了 我就不开心 因为他回来 我们就一起 一起过来 尽管冯海和妹妹冯薇的学习成绩 在班上并不是很靠前 但是在他们心中拥有着同一个梦想 今天我们的班主题的节目是 中国梦 我的梦 请大家就把你的身份敞开来 说说你心中的梦是什么 向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警察 什么 因为当警察可以除暴安良 为祖国做贡献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 因为当老师可以教更多的孩子 想要为更多的东西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 因为医生可以挽救很多病人的生命 还可以造出更多的药 为人们治病 时至今日 空闲时 冯海依然会领着弟弟妹妹去山上割草 这俨然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 我的哥到早了 回到家了 我给我叔叔想生 没有补了话 他就去买给我 2014年10月国庆假期期间 叔叔为了让冯海兄妹割草方便 专门给他们买了一辆自行车 每当割完草 这棵大树就成为他们玩耍的地方 阳光和煦温暖了少年 绿树成荫融化了新田 希望孩子们的小烦恼 就这样在大山深处渐渐消散 我们看到四个孩子虽然生活在大山里 但是他们有两次 至少是两次离开大山的机会 一次是送到别人家去收养 另外一次是城里边有一个学校说 免费的让他们去上学 但是最终他们都留在了两个叔叔的身边 那宗老师您给分析一下 哪一种情况对孩子的发展更为有利一些 老百姓有一个说法 叫孤旧亲 背背亲 砸断骨头连着筋 从心理学生来说 就是这样的一个血缘血亲的家庭环境 大环境 大家庭 它有共同或相似的生活方式 有共同价值观 所以这种血缘的东西 血是浓于水的 那么给孩子会带来一定的安全感 归属感和依恋感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再有一个 在儿童在青春期之前 包括我们正常家庭的孩子 都不鼓励在青春期前去寄宿 因为他在这个之前需要获得 在家里获得自尊 安全 等他胆肥了的时候 就身强力转的时候 说胆肥了 再给他送出去 所以我觉得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说 最好还是在亲人身边 另外这四个孩子 我们看到他们已经是相依为命了 对 他们彼此间那样相互的支持 相互的认可 可以很大程度弥补 这个双亲的不在 那么这样的一种环境 对他们来说也是极其有利的 对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些好心人 一共是捐款差不多十万块钱 十万块钱 最终的落脚之地 是村里边四个德高望重的老人 这种对钱的保管的方式 是否合理 又是否合法 是这样 就是说从法律角度上来讲 这个捐款都是捐给四个孩子的 但是这四个孩子都是未成年人 他没有这个能力管好用好这些钱 法律的规定是什么 未成年人的财产由他的监护人 代为管理 对 那他现在看起来 那么这四个孩子的监护人 应该说就是他们的叔叔了 那这种情况下 叔叔要是同意 说本来法律规定 应该是叔叔带他们来管 就是了 但是叔叔也同意交给村里面 德高望重的四位老人来管 那这个当然都是可以的 对 所以在法律上也好 还是情理上也好 我觉得这都无可挑剔 对 刚才您提到一句 说四个孩子的监护人现在显然就是他们的叔叔们 那是不是也应该如果要在法律上取得他们的监护权 还应该履行一定的程序呢 是这样就是因为他的母亲现在还没有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 那就是说这四个孩子法律上的监护人还是他的母亲 而且我相信他的母亲可能也没有做这种精神病的这种鉴定啊 这种行为能力的这种鉴定 所以说理论上来讲法律上四个孩子监护人还是母亲 那么但是母亲现在是照顾不了 这种时候呢按照我们国家民法的规定 就是说如果说父母没有这个监护能力的时候 可以由他的祖父母爱祖父母啊都不在了 那么就是他的其他的亲戚啊都可以作为他的监护人 那像这种情况就等于是这个监护人之间等于协商清楚了 那现在就由叔叔们来负责监护这些孩子 顺理成章的事是吧 四个孩子啊他们应该有一个好的未来 这是我们的祝愿 那童老师您觉得怎么才能够有向我们理想的那个状态去推进的这个动作 当年轻小伙遭遇胃癌晚期如何应对残酷的变故 美丽中国为世界创造了四十几万的胃癌啊 出目惊心啊 二十五岁出生了 癌症小伙的微电影告白 热线十二明日播出 林荣 林荣 你 你